那為什麼歐靜德要走呢 外界就解讀是為了要幫台北市長參選人 連勝文來輔選 但是這個連勝文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呢 他說相當震撼 他說如果這是造成歐靜德請辭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覺得很抱歉也很遺憾 我們聽到這樣的一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心裡面還滿震撼 也是覺得說如果是因為我們的緣故 我們真的覺得很抱歉很遺憾 用震撼來形容歐靜德閃辭高鐵董事長 連勝文表示他跟媒體一樣 也是臨時得知這個消息 約邀請歐靜德擔任市政顧問團總團長 連勝文接受廣播專訪時坦言過意不去 那只是說希望我們不要覺得說 這是因為我們的緣故 但是我們心裡面當然還是會覺得說 或多或少可能我們會是 等於是最後一根稻草吧 那我們心裡面就覺得其實還滿遺憾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要打算 請他來上街頭 來跟我們掃街啊拜票 但是我想如果他 可能還是要讓他休息一下 不過我想我們還是會持續就 市政的議題來請議 借助歐靜德專長才會請他幫忙 雖然是因為高鐵進來運轉安全調度 以及票價調整的關係 歐靜德才會辭職負責 但還是引來外界聯想歐靜德的請辭和黨主席 馬英九卡連勝文參選有關 不過連勝文不這麼認為 你爭取提名之後 你會支持馬主席去站台嗎 我是認為不管怎麼樣 馬總統是我們國民黨主席 所以黨部有這樣的安排 當然這絕對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你會幫你嗎 我都覺得很有趣的說 我們怎麼可能拒絕自己當主席 歐靜德閃遲在政壇投下震撼彈 是否真的是為了替連勝文輔選 不得而知 只是十幾點敏感 難免引發外界揣測 有電TV大晚上蕭炳宇 台北報導